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遇到台湘共 灰寿心囊的雪 丁面 看着红绿的藍的豆子 这是一个四千年的豫밥 接下来就是我们最初那个 我们一开始开场的那个《舞玛》 《一个春天的童话1947》 这是夏慧婷老师 因为看到李宗盛老师 他的一首诗《一个春天童话1947》 因为很受感动 而有这样的一个舞蹈的构想 那接下来要请萧老师 为我们做分享 萧沃田老师是舞蹈家 也是蔡瑞瑞文化基金会的董事长 那欢迎萧老师 我先澄清一下 因为这支作品不是我做的 是詹天真跟有七位舞者 一起共同 这是透过诗来的 作为一个主动机 那是我发起没有错 这是我其实今天这一场会在这里 应该是我去听了萧老师 今年的一个很特别 我第一次听他的合唱团 我就觉得说 我们台湾有这么美好的声音 然后真的是会很有层次性 然后很容易打动你 那那天李宁老师坐在我旁边 然后我说 李老师最近有新作品 然后他很快就念了 这个一个春天的童话 1947 我一听到这样的一个标题 其实就很快就会触动我 因为我过去其实有做系列的关于228的作品 那我就一听了就觉得其实我 那个李老师 你可不可以那个诗尽快寄给我 那一看到了这些诗集 就是这几首诗 我通常都是会联络天真 因为天真其实很好 他对我们台湾的任何历史的 或者是就是相关于记忆的 文学的诗的 他其实都非常允畏的回应 那我就找他来 然后呢 其实这个诗真的是要听 看了之后呢 非常感动 那也就是 我也很高兴李老师 就是也愿意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就是共同一起演出 然后就是用这诗的部分 那我其实觉得这一首诗 应该是天真来讲了 那各位刚刚其实看到了一个简短版 那前头呢 你们看到那个舞者的身体 其实这些女性的舞者 你觉得他里面装宅的那种冲撞力 有点要从身体里面这样蹦出来 那那种是什么 非常的透嘛 就是李老师那里面写的 这一段历史是用 用写来写成的 然后他的 我们要用什么样去阅读 是用什么来阅读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对刚刚在 无论是诗也好 或是舞蹈也好 我们作为一个台湾人 我们不如说 这诗我看不 我拜托我们的歌 就是包括我们的家人 真的是对我们台湾的诗人 就是要一遍一遍的阅读以外 你也要跟着你的孩子一起阅读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你帮你的孩子的心找回来 在台湾跟他联结 诗人有这种能力 因为他的字句里头 他的所有的这些感觉 或者是为什么会促成他写下这些诗 因为他最这个这块土地的所有的讯息 我们看到他描写的 无论是 谈到的台湾的花 台湾的树 台湾的秋天 台湾的春天 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事件 种种 其实这些所有的元素 都是我们现今在城市里面 绝对非常缺乏的 我们现在的都市里面 就是每天都是霓虹灯在召唤的 我们赶快离开我们自己的家 这是非常痛楚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 其实每一个家庭 就是应该要拥有这样的诗人的诗集 而且你每天就是要阅读 不然你的心就是找不回来 那刚刚现代舞的部分 我也是很恳求我们亲爱的朋友 就是你不要看他说是现代舞 是在啦 那我看不到 你有才能这样逼三回 我听了就会很难过 因为他其实 这几位舞者排了那个角度已经 呼吸 然后我刚刚其实要演出前 我就看天真在贴他这个腿部的部分 因为有一些舞者呢 用他的身体 在表达这种痛楚的时候 他就是用他的身体的生命就这样去碰撞 告诉你这个是流血的悲剧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呈现流血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愤怒 我们在滴血 所以身体就表现出来这样 但是如果你告诉我 你看不懂 我也恳求你 就是一遍一遍的去阅读 因为1947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到处可以看到 有一群女性好像疯狂了 因为劈头散发 到处在找他的孩子 找他的先生 找他的亲人 这种东西 如果看到尸体在原野里面 脏大了 为什么 其实昨天有一位 吴一卫 因为他学历史了 他就来跟年轻的舞者分享说那一段历史 那一年是有水灾的 所以这些在外面的尸体 还都脏开了 那这些妇人 他的就是不被允许去找回他的家人 我们有看到这样的集权 曾经在这块土地上 孩子亲人被枪毙了之后 不允许你把尸体带回去 这是何等的恐怖 那今天当这个诗或者是这舞蹈 在这里呈现的时候 如果过去这个事件 要成为台湾的祝福 那就是我们非常的理解 前面的人 他们花了多大的 多大的这种痛苦 穿梭了多大的 这么多的去抗争 去得到这样的一个自由的 一点点的那个气息 我即使是屏東人 小时候呢 玩一种游戏 我到现在都不会忘记 跟大家分享 也许李老师也是屏東人 会听到 就是有一点儿童在念的 就是点点边边 虽然吃饭去做边 我们小时候呢 就在玩这个游戏 然后呢 这个大哥哥的手就伸这样 然后下面的小朋友就手放在这里 然后呢 一念到菜的时候就赶快要跑掉 然后接下来呢 第二段一定是有一个人当鬼 那就是当你被抓到的时候 你就在那里孤单单的 所有的人离你离开 这个游戏呢 一直到现在 一路我长大的时候 我就感觉我们发现 我们台湾的历史 有很多人就是被抓到了 然后你就要当鬼 你就是要做这个菜 不是你愿意的 那我们其实在我们的诗 在我们的舞蹈 在我们的音乐里面 他在召唤我们了解这个历史 还有我们的这块土地的未来 我们要守护什么 用什么来守护 我想今天的 我就是简单的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我知道我讲话都没有办法像 曾老师那样 他很幽默 我很喜欢听 但是呢 我其实来这里跳舞 跟蔡老师学舞 然后知道他的一生 然后进而了解我们台湾的历史的时候 我其实很难 很难要微笑起来 很难要开心起来 我在这里就是 只要人权的议题 或者是相关于台湾议题 我们其实很认真的 在很严肃的态度去面对 那我当然很希望 今天的这个美丽岛诗歌呢 请各位朋友 真的要好好的推荐你的朋友 我希望我们真的 有很未来 都可以每天 可以迎着这美丽 美丽岛诗歌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